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CBA,聊一聊中国难拉 那我们知道今年的CBA联赛其实在裁判方面是有了非常多的改革 姚明也是希望能够致力于这样的改革去改变中国对过往在这种国际大赛当中对抗能力不足的问题 比如说像在这个裁判的指派问题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赛季将不会球队的一项权力被收回 那就是允许某些裁判可以回避的这样一个原则 因为过往上个赛季的话,其实每只球队的话 每场比赛前是可以向联盟申请 我申请这名裁判不来执教,执法我的比赛 这个是可以得到允许 那么这个赛季,这个原则是被取消了 这也让很多的辽宁球迷是感觉到比较的担心 毕竟阎君此前跟辽宁男人是比较有过去的 那就理论上来说,现在阎君执教辽宁队比赛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而这只是一个裁判安排的问题 咱们前面提到的,为了能够让中国对适应目前国际来连的一些比赛的高强度的对抗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本赛季 整个CB的裁判在判罚尺度方面是相比以前相对比较宽松了 一些体貌级的犯规,或者说是这种高对抗下的这种犯规 可吹可不吹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球的话 现在基本上都是不吹了 所以说也使得比赛这种激烈程度会更加严重 但是很显然球员和裁判都在适应这样的一个判罚尺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 这个CBA连害虽然是刚开始 但是争议事件是比较多的 你比如说像北京手钢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 这个范子民的主机犯规就引起了双方的冲突 包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像赫西宁他的一个犯规也是引发了双方球员的冲突 包括广东和这下的这场焦点之下 也有不少人对于广东类全场比赛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 甚至有些激烈的这种防守程度是感到不满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必要的 因为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方向 你才能够真正看到我们球员的水平究竟是如何的 因为咱们很多像国内的比较出色的投手 到了国外面对高强度的轮转防守 其实你很难发挥出机会 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联赛MVP无前 无论是在此前的亚洲卫浴赛赛 还是在国际蓝联的这个奥运会落选赛当中 他的表现都是极为糟糕的 那包括竞赛季开始之后 无前目前的场均得分只有14分 也能够体现出这样高强度的防守 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而除了这种防守尺度的变化之外 裁判的一项权利也被没收 就是这个观看回放的权利 那我们知道近两个赛季 其实裁判经常在一些争议判法的时候 申请去回看录像 然后做出一个相对正确的判法 但是这样也造成了两个不太好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的话就是 你去频繁的申请回放的比赛的流畅程度会被中断 比赛整体的市场会被拉长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原本做出了一个判法 如果说看录像改判之后 其实对于两队来说 都是一种冲击 对吧 那你改判的支持球队 他可能觉得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这个举措的话 也是为了能够避免场上更多的一个争议 但是同样的对于教练员的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咱们中国的教练员似乎还不具备这样的水准 那么这个裁判的权利被取消之后 引发的争议也是非常的多 比如说在之前一轮的 第三轮的比赛当中 就有两场比赛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误判 一个是四川和上海队的比赛当中 当时第二阶 王哲林脚在踩到界外的时候 拿球并且得到了两分 完成了第二阶上半场的一个绝杀球 那这个球裁判就是没有看到 如果有回放的话 那肯定这球不算 今天是球形要给四川队的 也是引发了当时四川队经理的不满 因为他这个球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在昨天吴钱他也吃了一个哑巴 给我们知道昨天有广东队的比赛 吴钱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糟糕的 但是在整个上半场 浙江队还是能够稳稳的咬住比分的 那吴钱在一次突破的过程当中 过掉了赵锐之后 那么球是没有过去 但是这个球最终是被苏伟脚踢球尾利了 那这个球如果你去看慢镜头回放的话 也应该是把球权判给这个浙江队的 但是的话因为裁判没有这个权利 他就直接是判定这球是吴钱的失误 然后苏伟的这个脚踢球就没有被判 然后赵锐拿到这一球 迅速的发起反目得到两分 那吴钱队这球肯定是非常不满 去找裁判理论 结果理论没有成功不出来 还被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被对手追加的一次罚球 我相信这一球对吧 也对吴钱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整场比赛吴钱 三分线外五投零中 总计出手十次命中一球 仅仅得到五分 还有六个失误 所以说姚明的这些举措 本意肯定是希望能够对中国篮球更好的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似乎是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一方面咱们裁判员的水平不够 另一方面的话 这些举措如何去实施 并且保证这些争议的发生 以及争议发生之后 后续应该怎么处理 不知道姚明心中 是否已有这种好的预设方案